这是一个最害人听闻的案件 妙龄少女竟然被砸成鸡块 淋上番茄酱抛弃在路边 如果不是退伍老兵发现 也许凶手从此可以逍遥法外 直到2014年7月 案件才有了新的转机 江苏严城一对夫妻在警局报了失踪案 说女儿何晶晶与家里已经失联两年了 警察瞬间感觉疑惑不已 女儿都已经失踪两年了 为何现在才选择报警 原来这和女儿何晶晶工作有关 何晶晶在夜总会上班 夫妻二人一直瞧不上女儿的工作 使得家庭关系非常紧张 同时夫妻二人碍于面子 怕亲朋好友说闲话 基于女儿逐渐失去了联系 因此也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报警 而是默默寻找女儿的踪迹 从江苏严城到南京 夫妻二人跑了几十遍 直到还是没有发现女儿的踪迹 才选择了报警 也正是因为这两位老人的报警 才让陈锋两年的炸鸡案 有了新的突破 在警察对比各种无名尸体的DNA时 突然发现失踪的何晶晶 竟然与当年人肉案件的DNA 完全吻合 因此警察便断定何晶晶就是当时的受害人 于是警察根据受害者的身份和背景 顺藤摸挂展开调查 根据何晶晶生前的社交 警方一一展开询问调查 最终找到了嫌疑人乔先生 乔先生也知道事情已暴露 便向警方一五一十交代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他和何晶晶是情人关系 这所以杀害何晶晶都是被何晶晶所逼 刚开始时 乔先生是某公司的高管 领着上万的工资 有个漂亮贤惠的老婆 这本该是个幸福的男人 和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是在老婆怀孕后 乔先生忍受不了寂寞 于是他经常以加班为由 偷偷去夜总会消遣娱乐 也在此时 他结识了年轻貌美的何晶晶 何晶晶舞跳得美 歌也唱得好 乔先生对何晶晶充满了好感 而当何晶晶看见充满着男人味 又肯为他花钱的乔先生时 便也爱上了这位乔先生 接着两人总是私下偷偷交往 一来二去 何晶晶越来越离不开乔先生 甚至蹦出了想和乔先生结婚的念头 然而何晶晶向乔先生吐出自己心声之时 却被乔先生一口否决 说自己有婚姻 有老婆和孩子 绝不可能离婚娶何晶晶 而何晶晶也突然看明白了眼前这个人 竟是这么无情 何晶晶此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觉得你无情就别怪我无意 于是狮子大开口 向乔先生索要一百万 不然就把他的事全告诉他老婆 乔先生不想失去幸福的家庭 只能把自己的所有积蓄 和向亲朋好友借来的钱 都给了何晶晶 此时何晶晶虽然失去了爱情 但得到了钱财 虽然只有六十万 但也足够让何晶晶暂时满足了 何晶晶与乔先生的结局 到这里本应该结束了 然而事情却并没有如此简单